來 我們歡迎收看Kissi 謝謝 老師們 今天呢 這一道料理呢 平常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呢 其實它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甚至要花一小時的時間 不行啦 這樣我們來不及 我要去塗布布妝耶 但是呢 我現在有一個PayPal 就是它是 可以說是頭部的PayPal 它可以 太棒了 阿B是頭部 來 其實這變化很多 除了濃湯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南瓜粉 所以就選擇自己喜歡的口味 對 然後 也可以菌菇粉 像什麼什麼 玉米濃湯那種粉是不是 對 就玉米濃湯粉就可以了 對 可是玉米濃湯粉的話 平常像以前我還不會煮的時候 我能想到的也是玉米濃湯粉 就是只能做弄成玉米濃湯的 可是現在我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變成奶油燉飯 很厲害耶 就先把這個粉 倒進這個 然後呢 攪拌均勻 好的 攪拌均勻之後呢 你就整個 把它淋在白飯上面 真的隔夜飯 我們能想到真的就是 煮成稀飯或是炒飯 真的還沒想說可以做燉飯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重點是 它是超快的燉飯喔 把它鋪上 火腿 火腿切丁 這個妳也想要 那因為我想要讓它 就是顏色更豐富一點 不是 而且我也想要讓小朋友 多吃點青菜 所以我就會再加上花椰菜 花椰菜把它燙熟 對 先把它燙熟 對 飯是不是也可以換成麵條啊 可以 也可以 像是空心麵啊 或者是麵條 蝴蝶麵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做這些變化 這樣就好啦 對 稍微 還沒 稍微把它攪拌 飯很二級了吧 是不是 要燉的過程 燉飯總要有一個燉的過程吧 對 還沒加熱 還沒加熱 然後呢 我們乳酪絲呢 也是把它鋪上去 這個有一點點 兼具燉飯跟那種 焗烤飯的那個綜合版 對 對 焗烤飯 其實媽媽的重點 好像都是在小孩 就是小孩只要說 好好吃 好好吃 媽媽就突然覺得 哇 那很有成就感 對 沒錯 就只要是小孩 對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 微波爐裡面 那如果家裡面 沒有微波爐的話 你用烤箱也是可以 微波爐的話大概是 三分鐘 所以妳剛剛說 省下了五十七分鐘 就是其實就這三分鐘的時間 對 因為你看 像我們去餐廳吃燉飯 師傅都會說 燉飯的話我們先住 最少等四十分鐘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就真的幫妳省很多時間 省下不少時間 還可以去追劇 而且重點小孩 還會覺得媽媽很厲害 的確 快速 而且還跟小孩說 媽媽在今天要做燉飯 然後把廚房門關起來 開始坐在裡面 對 需要演這麼大嗎 就是 需要安靜一下 不是 就是不要讓老公知道說 妳是這麼少的時間 去做出這一道 就是要跟爸爸 就是還是要演 我燉了很久 然後把自己弄得這樣瘋 對 我一樣就是 你看我好辛苦 真的耶 要不要加一點零用錢 加菜金 我菜都不夠 我要買燉飯耶 所以如果說家裡面 如果沒有微波爐的話 你有烤箱或氣炸鍋 也是可以 氣炸鍋也可以 也是可以 你也是剛那整盤 放進氣炸鍋裡面 然後大概十分鐘 如果是烤箱或氣炸鍋 時間要稍微長一點 氣炸鍋有這麼好用 這個溫度 可能要再調低一點 對 讓它時間低一點 然後拉長一點點 再來如果你要用烤箱 我的建議可能水分的部分 譬如說牛奶 你可能再增加一點點 因為它水分會跑掉 那媽媽們最愛的電鍋呢 電鍋蒸出來的口感 會變成比較濕潤 所以你看我們家 每個人都有這些工具 都可以煮的啊 對啊 加油 你也是啊 我看你停留在炸雞那一塊 你就可以進 我今天就不要做其他的了 我們可以做一個月的菜 對啊 真的啊 你看今天我們光節目裡面 就大概已經學到幾道菜了 從這一道就可以變好多個出來 而且你們每一個人今天教的菜 都還可以再變化 對啊 照自己的系列 像我剛剛那個小黃瓜 其實紅蘿蔔 白蘿蔔也可以 可以 你就一樣是用刨刀把它刨 所以所有的醃菜都可以 對 OK 而且有時候像比如說 你有鮭魚啦 剩下的魚 就是隔夜的魚 你其實也是可以把它 就是一絲變成絲 然後也是可以加進去 這樣子裡面就是有肉 有火腿 有菜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很厲害 而且你們一定不相信 因為以前只會蛋炒飯 飯炒蛋 還有蛋跟蛋一起炒 你剛剛講的三樣東西 不是都一樣嗎 對 其實是 但是自從就是 我會弄這一道之後 連我女兒都對我刮目相看 對 她說說媽媽妳可以 妳正式晉級了 很難看 值得 對 媽媽只要這樣一杯點讚 之後充滿了能量 沒有錯 對 然後就會願意為她 再想一些 對 好 那現在完成了 好感動 好好吃喔 好棒喔 好棒喔 接下來要到了我們 最欣賞的陳師傅 對啊 都請到陳師傅來現場 當然不是吃塊炸雞這麼簡單 你也要叫我們主廚界的 五星級料理在家 可以自己做的喔 好 讓大家看陳師傅 Yeah 陳師傅要做什麼 來 我們來做一個 米其林版本的一個 起司蛋糕 而且是不用烤箱的 還可以讓你們卸壓的 來 讓妳卸壓 把它捏碎 捏碎 對 這個是那個 消化餅乾 對 你這樣也很怕 好氣喔 好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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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免在家 OK 捏碎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把它倒在碗裡面 我們融化的奶油 好 給它一湯匙下去 然後再來一個 糖 一般的砂糖 二砂 對 二砂糖 把它擦下去 然後稍微拌一下 然後你去觀察一下 你的奶油夠不夠 可以再加一點 或者是量夠就可以了 觀察怎麼樣的觀察法 就是每一個粉 都有去裹到 對 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你的餅乾穴都濕潤了 餅乾碎的那個 起司蛋糕下面的那個餅乾碎 一模一樣的做法 來 我們來做起司蛋糕上半步 好 這邊有那個 奶油乳酪 就是那個奶油乳酪 對 奶油乳酪 然後這邊呢 我加一點點的那個 麻斯卡彭 它是做那個提拉米蘇 如果你單純用奶油乳酪 會比較偏硬一點點 然後這邊麻斯卡彭會比較軟 所以兩個加起來會比較剛好 對 好 這邊呢 就是那個堅果 然後跟一些果乾 就選自己喜歡的 那個芭樂 這個芭樂乾 對 芭樂乾 把它放進來 芭樂乾加芭樂乾喔 對 沒想過這個水果 然後芒果乾 台灣的那種愛文芒果乾 很好吃 對 然後再來草莓 草莓乾現在也好重喔 陳師傅你大手餅 這個起司蛋糕料超多的 是水果起司蛋糕 對 沒錯 然後你就是把它混合就可以了 它就是我們起司蛋糕的上半段 這樣就好了 再來是組合 組合就是那種法式餐廳有沒有 也不用塑形 不用 不用 現在 對 現在反而很流行 這種分子料理的排法 然後你拿兩個湯匙 一樣的湯匙 對 然後我們來把它塑一個那種 橄欖形狀 那就是法國料理 對 法國料理喜歡做這個 而且這樣子 你就是兩個湯匙稍微壓 然後它就會變一個橄欖的形狀 你看我們又到了法國芭里 時尚周 沒錯 其實我們去一些餐廳 它給的起司盤有時候也是這樣 對 也是長這樣 小小的一口 原來它是用兩隻湯匙做的 是 這是教你在家裡的 沒有 我現在懷疑 那個餐廳也是這樣 因為那形狀就是一模一樣 突然覺得沒有那麼有價值 對啊 其實一盤起司盤很貴耶 那一盤 所以如果學會陳師傅 這道菜的話 你去米其林三星的那個錢 你可以稍微省一點 對 自己在家裡做三星的 它其實比較麻煩的過程是擺盤 對 擺盤 OK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有 那蘇果醬就可以吃起司蛋糕 我們平常在忙什麼 對啊 真的 這邊有一些堅果 你可以把它搭配 看起來好豐盛喔 把它搭配放上去 然後芒果 再來就是夏天嘛 芒果的季節 把它切成薄片 捲起來 然後把它放上來 就用小廚娘 剛剛那個跑嘛 用跑的也可以嗎 可以 可以 用切的也可以 再來呢 現在一些超市都有一些食用花 或者是你自己有種一些那種 薄荷葉 擺上去 這也太米了吧 這盤就快一千了耶 真的 好厲害喔 這個絕對有一千的價值 對啊 真的 你這一盤端上去 真的 老公小孩都感動耶 今天晚上就上了 陳師傅怎麼這樣 超難看耶 OK 我們剛剛 真的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今天真的跟每一位廚神致敬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 太令人佩服了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所有來賓們就是為了這個苦惱 不知道下一次要吃什麼的 媽媽們呢 準備了非常多 很容易學的料理 提供給大家 沒錯 所以中學六道 其實你看 你只要想說 我一個禮拜做一個就好了 就像運動一樣 起心動念 然後一個禮拜做一次 你就可以撐一個半月 對不對 哈囉 真的太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大家都是初生 謝謝陳師傅 謝謝 八卦式還有時尚這檔式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式 趕快來訂閱 記得按下訂閱 你當然要 Сер教練